欢迎来到新闻频道,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现在 肖战发文为赵露丝新剧打扣,两人关系升温 这瓜越来越离谱 近日一则看似寻常却又暗藏玄机的消息 悄然掀起波澜当红小生肖战突然在社交媒体上 高调为新近女神赵露丝的新剧珠莲玉木打扣 短短一句话,却蕴含深意 引发了无数吃瓜群众的无限遐想 是单纯的友情支持,还是另有隐情 本文带你一探究竟 肖战,当今娱乐圈炙手可热的男神 凭借出色的演技与迷人的颜值俘获了千万少女心 赵露丝,近年来一军突起,清新甜美的形象深入人心 二人虽显有合作,但在各种活动中频频同框 每次互动都充满火花,不禁令人大呼般配 这一次,肖战在微博上写道 来看珠莲玉木吧 简短的文字背后,是否还有未言之密? 据知情人爆料,其实早在拍摄某大型综艺节目期间 肖战与赵露丝就已经私下建立起深厚的友谊 当时,二人不仅工作默契十足,在休息之余还经常一起探讨剧本 切磋演技,互相学习 彼此之间的信任与了解逐渐加深 这一幕幕温馨画面,让剧组工作人员都感叹连连 直呼神仙组合 更有甚者指出,在拍摄结束后的庆功宴上 肖战曾私下送与赵露丝一本珍贵的手写笔记 里面详细记录了自己的演艺心得与生活感悟 希望赵露丝能在演艺道路上越走越远 此举不仅显示了肖战细腻体贴的一面 也让外界猜测二人关系似乎并不一般 正当外界议论纷纷之际,也有理智的声音出现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 肖战的此次发文可能是出于 纯粹的职业操守与友谊之情 毕竟娱乐圈中一人间相互提携是常有的事情 无需过分解读 而且,从两人过往的互动来看 更多的是基于对职业的尊重与欣赏 而非传闻中的恋情纠葛 尽管真相扑朔迷离 但不可否认的是 肖战的这次打扣 确实为赵露丝新剧增色不少 吸引更多目光聚焦于子 至于二人的关系如何 恐怕只有当事人自己清楚 在这个充满猜测的世界里 我们更硬关注的是他们的作品本身 以及他们在艺术上的追求与突破 肖战与赵露丝之间的互动 无论是友情还是其他 都为娱乐圈增添了新的看点 在这个多元化的时代 我们更硬学会宽容与理性 给予他们足够的空间 享受他们带来的快乐与美好 至于他们之间是否有更深一层的关系 就交给时间去验证吧